答谢中叔叔 桃红景 山川之美 古来共谈 高风入云 清流见底 两岸石壁 五色交辉 青林翠竹 似时俱备 小雾将歇 远鸟乱鸣 昔日玉颓 陈林静月 时势玉界之先都 自康乐以来 未富有能 玉其其者 一文 山川景色的美丽 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师共同谈赏的 巍峨的山峰耸入云端 明镜的溪流清澈见底 两岸的石壁色彩斑斓 焦香灰映 苍青的密林和碧绿的竹子 四季长存 清晨的薄雾将要消散的时候 猿 鸟的叫声此起彼伏 夕阳快要落山的时候 潜游在水中的鱼儿争相跳出水面 这里实在是人间的仙境啊 自从南朝的谢灵运以来 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欣赏这种奇力的景色了 注释 答 回复 谢中书 即谢征五零零年至五三六年 自玄渡 南朝梁臣晋阳夏军和南太康人 曾任中书摄人 书 即书信 古人的书信又叫尺读或信杂 是一种应用性文体 多记事陈情 山川 山河 知 的 共谈 共同谈赏的 五色交辉 这里形容石壁色彩斑斓 五色 古代以青黄黑白赤为正色 交辉 指交香辉映 青林 青葱的树林 翠竹 翠绿的竹子 四时 四季 聚 都 歇 萧 乱 此起彼伏 昔日玉颓 太阳快要落山了 颓 坠落 陈林 静月 潜游在水中的鱼 蒸香跳出水面 陈林 潜游在水中的鱼 静月 静香跳跃 时 确实 的确 欲界之先都 即人间先进 欲 界 佛家语 佛教把世界分为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欲界是没有摆脱世俗的 七情六欲的众生所处境界 即指人间 先都 先人生活在其中的美好世界 康乐 指南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韵 他继承他祖父的爵位 被封为康乐公 是南朝文学家 傅 佑 余裕 参与 这里有欣赏领略之意 其 是山水之奇意